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哥 怎么还没睡啊 大哥 我 不必多说了 大哥不会让你嫁给何妖的 可是陛下今天已经当众下旨了 正因为陛下当众下旨 我才不能当众违背 不然就是公然抗旨 明天一早我就进宫 和陛下好好谈谈 一定还有转换的余地 我绝对不会嫁给他的 大哥不会让你嫁给他的 那我先回去了 天地玄宗 欲使雷霆 对 天地玄宗 欲使雷霆 对 我叫你英国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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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套 英国套 小头 我让你去请拜李将军 人呢 他说忙 不来 那就再去啊 不去 为何 我不想去 要去 你自己去 哪有师父请徒弟的啊 你 现在就去 他要不来 你以后就别想再学艺了 师父 去吧 小桐 去啊 快去啊 去 小桐 听话 去 昨晚没睡踏实吧 我给你炖了满银耳汤 我大哥呢 天刚露白度 他便起身进宫去了 说是要去找陛下商量 妹妹的婚事 侯爷最心疼的就是妹妹你了 他一定会尽力的 可 可是 万一 侯爷他说服不了陛下 那该怎么办 逃 谁也不能逼我嫁给贺瑶 陛下 洪轩 什么急事 非得现在来见朕呢 昨夜朕饮宴半宿 才刚刚入睡 陛下昨夜所言 微臣实在慌慌 昨夜 昨夜 朕说了好多话 你说的是哪一句啊 洪义的婚事 恳请陛下收回成命 洪轩你起来说话 陛下 洪义与贺瑶 绝非良缘 贺瑶生性霸道贪婪 绝非坦荡君子 不值得托付终身 你多虑了 哪个富家子弟 没一点骄性子呀 贺瑶是朕的表哥 再说了 虽然他犯过失察之罪 但他也是因为太过耿直 才会被下属蒙骗 贺瑶从小就怕洪义 这不是一物降一物吗 陛下 是真心想要促成这门婚事 对啊 为何不真心啊 贺氏是国之动量 镇北侯府是国之助食 近日两家却有诸多摩擦 于国于民都不是好事 所以啊 朕才让贺瑶先行示好 待两家亲上加亲 便可修复 之前破损的关系 贺瑶提亲 是陛下受益的 是啊 红义的脾性陛下不是不知道 如今这般安排实在是 陛下息怒 实在是怎么了 你是想说朕 误许了红义婚姻吗 还是说 朕因为一己私心 牺牲了红义的幸福 朕再说最后一次 百里红义 必须假 朕希望 百里是跟贺氏 能够借此良机 好好修复 此前破损的关系 亲上加亲 朝廷之上 才可一片和睦 此事关乎我大忧两大家所 也关乎我大忧前程 朕不须有任何善事 朕知你们兄妹感情向来深厚 大婚之日 便由你送亲护驾 若当日朕见不到百里红义 朕只能拿你试问 到时候 可休怪朕翻脸无情 还不及旨 想朕先治你个 枉顾君相之罪吗 朕 领旨 朕刚才 是不是很有威严 很有皇帝的样子 母后常说 朕这个皇帝毫无威严 朕也要多加练习才是 刚才那下 你是不是也信以为真了 怎么样 够威严吧 陛下天位 令微臣折服 朕知道你舍不得红义 朕也舍不得 不过呢 还好 他不是演家 也免得 红义饱受私钦之苦 陛下思虑周全 是红义之福 你也要体谅朕 你不知道 朕这个皇帝 可难当了 朕更想去山里 当个咸云野鹤 也好过日日 被困在这个皇宫里啊 陛下为国为民 微臣 赶佩万分 红轩 如果朕能想到其他法子 也定然不会 把红义嫁给贺药 要如何修复 两家之间的关系 朕脑袋都想破了 才想出来 只有两家联姻 才是立我大忧的两权之策 你是百里家的人 更应该为大忧 多做考虑 一定要理解朕的苦心 明白吗 陛下的话 微臣 铭记于心 行了 回吧 朕 去救浅了 微臣 恭送陛下 那个 师父让你学艺 没空 没空 你不想学艺 也别连累我啊 你可是亲口答应过 要拜师学艺的 怎么可以言而无信呢 我怎么言而无信了 我只是现在没空 你干什么 别拉拉扯扯的啊 不行 不去也得去 放开 我不喜欢女人靠我这么近 你要是自己走 我才不拉你呢 你 放开 你干什么你 江姐 江姐 我什么也没有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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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带路 江姐 侯爷 您回来了 红衣在府里吗 从昨日回来 他便一直待在房间里 陛下 可有准许取消 你把他叫过来吧 等等 你帮他把行囊收拾一下 动气不要动 贴身的一无忌口 侯爷您这是 贴身这就去办 师父 我不在你一个人别逞强吗 你要在这儿变戏法 本家运走 我 贴道啊乃是言人有心之人啊 说我教你真本事 就得教你真本事 放开 这次真的不玩了 真的 你就待一会儿 就一会儿了 放开 徒儿你不走了 说吧 你准备怎么教 威师啊已经准备好了 这些绝学从来不外传的 威师 你先告诉我 你有没有亲说过 护法灵是怎么回事 护法灵 那个 话说欲速不达 我们呢 要从基础开始学 来来来 我们呢 先看书 我知道我知道 哎呀 护法灵就是 法者 道法也 所谓 道生一 一生二 为何用这个 我们之前遇到一个 算了 简重点讲 重点就是 护法灵者 是护法的 那当然了 这还用你说吗 我的徒儿啊 道法精深 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得清的 若真是如此 那人人皆可为先了 又何必要苦修呢 总之 你要想知道护法灵是什么 这书里倒就有难 啊 为师只教你 不教别人 这个书里面就有 当然了 哎 小头 你好好在这守着 不许人偷听 啊 我带你师弟 进去学艺 哎 师父啊 我可是你的大弟子啊 长幼有序 你怎么教他不教我呢 嘘 你呀天思聪慧啊 我教他的 根本就是一些皮毛 你早就会了 不用学了 现在 我带你的师弟 进去 教一些基本功 你呢 就好好在这守着 不许别人偷看 知道吗 都是皮毛 哎呀 皮毛皮毛 那你绝技可得要教我 教 教教 小师弟啊 进去跟师父好好学 回头 跟师姐比试比试 你们再不开始 我就走了 开始开始 你好好守着 哎 我们现在进去学艺 你好好守着 嗯 走走走走 哎呀 大哥 陛下怎么说 这么冷的天 为何不都穿些衣服啊 他改变心意了吗 都这么大的姑娘了 从今天开始 不许再冒冒失失的 一定要学会照顾好自己 大哥他到底说了什么呀 还记得吗 父王曾经穿着这件盔甲 击退了狼族数千骑兵 我清楚地记得 父王救下我的那天 穿的就是这身盔甲 阳光底下金灿灿的 他把你带回了府里 他叮嘱我 这是你的亲妹妹 我知道父王和母妃 生了我和洪叔 两个儿子 他们心里一直希望 有一个女儿 自从你进了王府 他们很快乐 连洪叔都说 你是父王最心疼的 你的剑术也是父王亲自交手的 可是后来父王和母妃 相继离世 整个王府里就剩下了我们三个人 那是洪硕年幼 日日哭泣 是你陪着他 他才度过了那些伤心的日子 从那以后你就不再穿女装了 只让我叫你弟弟 你跟我说 只要我们三兄弟在一起 平原王府就一定不会败落 大哥放心 我们平原王府三兄弟 一定会克服所有困难的 洪叔说得对 我们一定会克服所有困难的 从那时候起我就在心里对自己说 只要有我这个哥哥在 你和洪叔就永远不会受到委屈 虽然你们没有了父母 但你有我这个哥哥 哥哥会保护你的 大哥 你怎么了 干嘛今日忽然提起以前的事啊 如果父王和母妃还在世 他们一定会竭尽全力让你快乐 我相信 如果此时站在你面前的是父王 他会跟我做同样的决定 他会跟我做同样的决定 大哥 陛下到底跟你说什么了 统一 统一 跪下给父王磕个头 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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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统三 走还来得及 走 这是哥哥唯一能为你做的 也是平原王府 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情 今日就走 立刻走 走了再也别回来 是什么 顿地穿墙乃是上古秘术之一 其要绝世在于 不要讲这些书上都有的 可不可以展示一下 上古秘术岂能儿戏呢 大道至简至义至精至微 正所谓少则得多则祸 你现在刚开始学 自然需从基本的学起 修持之道 欲速则不达 切记切记 今天就先到这里吧 我还有公务在身 告诉我 我还没教完呢 别走啊 我还没教完呢 你别 红衣你记着 天高海阔 出了城里想去哪里去哪里 不必告诉我 我不知道 陛下也绝不会知道 出门在外一定要收起你的脾行 不可胡乱开罪人 也不要替人抢出头 一定照顾好自己 等逼过了这段风陶 我就给大哥传心 绝对不可 从今天起 你不再是百里红衣 你只是世间最平凡的女子 大哥 把百里红衣这个名字 埋在心里 你与百里家再无任何瓜葛了 这里面除了贴身的衣物 还有银两盘战 你一定小心行事 决不可张扬 可是我走了 你们怎么办 大哥的事你就不必担心了 我在城外替你背了马 快走吧 走 晴阳陪笼下 晴阁陪铁马 颜角陪铁马 我那爱恨陪年华 我那爱恨陪年华 侯爷 陛下和太后的金口预言 如今妹妹走了 那就是公然抗制 你怕吗 不怕 今天也累了 早点歇息吧 是 父王 你又打了胜仗 给洪硕带了什么好玩的 回来呀 父王 母妃 你是谁 洪轩 洪硕 他叫洪义 从今以后 他也是父王的孩儿了 从今以后 你们就是一家人了 一家人 百里红衣 你是叫洪轩 好 从今年起 你就是我的好妹妹 百里家的三兄妹要永远相亲相爱 嗯 思念如我 嗯 祈祝冬向 我愿等候你连家 从今天起 你不再是百里红衣 你只是这个世间最平凡的女子 把百里红衣这个名字 埋在心里 你跟我说 只要我们三兄弟在一起 平原王府就一定不会败露 只要有我这个哥哥在 你和洪硕就永远不会受到委屈 虽然你们没有了父母 但你有我这个哥哥 哥哥会保护你的 我等缘分的回答 我等缘分的回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